講到過去的公道連署 都像連署在簽 如果用到很多綽不看佈 也常常會教會說 可能有找人來代簽的來灌水 為了要解決這些掛入 中山會電阻連署系統 拜三就要正式就算 未來公道提案 如果過就可以就忙來連署 根據看佈的時代 每行都在專電阻法 現在連公民連署也同用刷定來進行 中山會拜一宣佈 公道電阻連署系統 自四月切雜開始正式中山 好比來公道安的提案人 多一種方式進行連署 提案人的領先人 可以同時選擇用電子連署 和紙本連署 紙本連署兩種方式 來並行徵求連署 那也可以只選擇 其中一種方式來徵求連署 林總只要把自然人品種 插入在電腦裡面 輸入新婚禁合約 和自然人品種配備 就能連署 中山會說明 電阻系統有主動差減的設定 不會有中學連署 同一個提案的進行 另外若提案人選擇用紙本 和電子的方式同時進行 紙本的連署 同樣會有差減的定署 民眾不用擔心 會去中學連署 占對未來投票也有機會用電子系統來進行 中山會標示 目前也會猜出傳統的投票方式 就成案之後投票的一個辦理 現階段的一個法律規定 還是屬於傳統的投票方式 公道電子聯署系統 由四月七十 會在十點開始正式討論 中山會標示 一直到四月三十 會補五點都是齊齊的改端 會開一個伺服的圍面 讓民眾有望用看看 也會來民眾將使用料的感想 寫給他們知道 作為讓電子系統越來越完善 中山會也提起民眾 目前的電子系統 因為需要用到自然林民眾 只能用電腦進行連署 未來手機的部分也會繼續開發 望讓連署的過程越來越方便 記者老實務 謝貴臨 台北北特